何嘉荣啊何嘉荣,你很强的,可别让我找到机会哦。 819集 此时那巨猴刺着牙叫着更加的愤怒了,他知道林雨多半是跑的, 不过他突然间想起了跟林雨一起来的安妮还在树下, 所以他顺着树干几件便跳到了树下,朝着安妮藏身的树扑了过去, 但就在他快要扑到那棵树的跟前的时候, 他突然感觉到背后一阵疾风掠过,似是有什么物体朝他飞过来, 他身子下意识地迅速往旁边一躲, 不过还是感觉到腰上被一个什么沉重的东西结结实实地给撞了一下, 顿时一种火辣辣的刺痛传了过来, 随后一根木棍嗖的一声贴着他的身子飞了过去, 重重地撞在面前的树上, 正是他先前扔向林雨的那根木棍。 巨猴伸手往自己腰上摸了一下, 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手上鲜血淋漓, 他顿时仰头嘶吼一声, 猛地回头发现林雨正笑眯眯地望着他, 而林雨手中还握着另外一根木棍, 正笑眯眯地看着他, 接着他冲他竖起了大拇指, 赞赏说道, 你还别说, 你做的这木棍还真好使。 巨猿虽然听不懂林雨说什么, 但是他能够看得懂林雨挑衅得意的表情, 见林雨如此猖狂, 而且还敢主动对他发动反击, 他浑身血液翻涌兽性大发, 顿时大吼一声, 抓着手里的木棍朝林雨捅过去。 方才在树上的时候, 这巨猴的身影看起来倒是没有多恐怖, 但是此时站在地上, 身形看起来可是十分可不吓人啊, 只见他肩宽臂长, 两米多的身高站直了给人一种巨大, 大的压迫感, 而且他的爆发力也大到出奇, 虽然隔着林雨足足有数米远, 但是手里的木棍这一桶眨眼尖便已戳到了林雨的面前。 不过林雨仍旧是一副坦然的样子, 随意把玩着手里的木棍, 似乎对眼前这危险视而不见。 饶使着巨猿眼见自己马上就要得手, 眼中也不由闪过了一丝兴奋的光芒, 他似乎已经看到了眼前的这个人一定会和以前他杀死的那些人类一样, 惨死在他手中。 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在他手里的木棍即将戳到林雨身上的那个刹那, 林雨左手猛地一伸, 一把抓住他捅过来的木棍, 木棍便再也难尽分好了。 那巨猿双眼一瞪, 显然非常惊讶, 他没想到如此弱小的一个人类竟然能够接到他十大历尘的这一击啊。 而就在他愣神的刹那, 林雨右手抓着的木棍狠狠朝他腹部捅过去, 那巨猴只挖叫了一声, 学着林雨的样子急忙伸手去抓住捅过来的棍子。 不过让他震惊的是, 林雨捅过来的棍子他抓是抓住了, 但是林雨发出的力道实在太大太大, 他根本无法阻挡, 眼睁睁地看着这木棍扑的一声扎到了自己的腹部。 好在他也算是智慧, 在木棍扎来的那个刹那身子猛然一转, 这一棍子便扎在了他的侧腹上, 将他能受到的伤害降到了最低。 但饶是这样, 巨大的疼痛感还是刺激着他哇哇大叫, 随后他的身子猛地一转迅速地冲上了旁边的一棵大树, 抓着树枝和藤蔓飞速地朝着林子深处跑去了。 林雨的心头一颤, 显然他有些意外, 没想到这猴子说跑就跑啊。 不愧是聪明的物种, 知道碰到自己斗不过的敌人立马要逃跑, 不像那头蠢猪一个劲儿的死缸。 这巨猴速度虽快, 但是如果林雨要是追出去, 他还是想跑也难的, 但是要顾虑到安妮, 所以林雨便没追出去。 而且此时天色已晚, 追上去也不是明智之举。 和, 他应该就是那种病毒的宿主吧。 安妮此刻也立马跑了过来, 见到那巨猴跑了, 又庆幸又遗憾。 庆幸的是, 林雨暂时没了危险, 但是遗憾的是, 这病毒宿主跑了。 嗯, 多半是, 他跟那些猴子应该是一个群众, 但是看他的症状, 似乎比那些猴子更严重得多, 所以他体内的病毒多半已经异化。 林雨点点头说道, 要是能够逮到他, 对研制出抗病毒的血清将会有极大的帮助啊。 那让他这么跑了, 实在太可惜了。 安妮忍不住叹息一句, 随后他面色一争急忙说道, 不过也没关系, 等我们出去之后, 可以找部队多带些人手来捕捉他。 说到这儿, 他神色再次一暗, 轻声地叹息。 可是,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出去呢? 从昨天迷路到现在, 他们已经被困在这里超过了二十四个小时了, 而且遭遇了重重的危险。 现在天已经黑了, 他们今天出山的希望又变得十分渺茫, 而且这个林子一到晚上便变得十分危险, 他真的害怕, 再这么下去还没撑到搜救队过来, 他和林宇就先把命丢在这儿。 林宇听到他这话眉头一簇, 突然间想起自己方才在洞穴中带出的那个罗盘, 因为怕罗盘上面有什么细菌啊、病毒啊, 所以他一直用纱布包着, 此时他从登山包里面取出一副手套戴上, 这才把罗盘拿到手里掂量了掂量。 发现这罗盘做工十分的惊喜, 是常见的用来勘测风水的工具。 从刚才那腐烂的尸体着装的判断, 再联想到那洞穴之中的石棺板和旁边堆积的宝贝, 林宇便觉得这帮人多半是为了寻宝而来, 也就是说这片林子中极有可能有一个古墓。 只不过那些人万万没想到的是一开始抱着发财梦来的, 但是最终却死在了一只猴子的手里。 林宇仔细地看了一眼那个罗盘, 发现罗盘中间的指南针仍旧是十分灵敏, 但是此时判断出方向对他而言 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毕竟他们现在已经在林子里彻底地迷失了, 根本不知道军营所在的方位。 不过林宇脑海中瞬间闪过了一个记忆, 他眼前陡然一亮, 顿时来了主意, 他急声说道, 对啊, 既然这个罗盘可以用来分金定穴, 那么同样也可以定洋宅啊。 分金定穴? 这个名字的由来是最早罗盘的盘面, 是由八卦十天干十二地支组成, 后经过改造之后, 罗盘上增加了二十四山, 又分为一百二十份, 这便就是所说的一百二十分金。 在风水穴中, 通常可以判断洋宅的吉凶, 所谓的分金定穴, 就是用罗盘来对山川龙脉的走势进行分析, 来确定墓穴的位置。 而风水树中, 既然可以通过罗盘来判断墓穴的位置, 那林宇自然也可以根据反向推理, 来推断出洋宅的位置。 所谓的洋宅, 其实就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嘛, 只要找到这个山里任何一个村子, 找到活人, 那便可以通过这些人再找到军营的位置啊。 想到这里, 林宇精神大振, 立马按照祖上的记忆中, 那方法来使用罗盘进行定位。 果不其然, 很快他便用罗盘锁定了一个方位, 虽然不知道这个方法到底对不对, 但是他还是决定顺着这罗盘锁指的方向往外走, 有方向起码比他们这样毫无头绪的瞎走要强得多呀。 安妮, 你困不困? 林宇抬头望了安妮一眼, 关心地说道, 你要是不困的话, 我们现在就往外走, 这次的方向应该绝对没有问题了。 每当我被何家荣狠狠教训的时候, 我最爱听书, 尤其是铁三角的书。 你们问, 除了女婿还有什么? 傲风啊。 一刀酥酥的傲风, 也同样能治愈我心中的伤痛。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